尾牙主持 比較少都是表演 跳舞 模仿那個姊姊 謝金燕 表演 對 對 然後 因為我們衣服都是特別訂做的 就是跟謝金燕一模一樣 妳跟她借就好了 妳跟她借 她會借妳 我沒有她的LINE 對 不認識她 所以我們都自重 其實我跟你講 有一天 要不然我打電話跟她 妳來 姐 妳好 我舒子晨 好 我想借妳的戲服 秀服 我跟你講 她會借妳 真的嗎 我認識她多少年 不行 她太瘦了 我穿不下 不是 這個問題 她放錯重點 妳都靠人家在吃飯 人家任賠作婦 還衣服借妳去賺 我穿的時候 就誰人尺寸沒中 沒人的尺寸 小燕子姐姐 這一場因為廠商 麻煩妳衣服借我 我沒有 我沒有說 怎麼樣 妳那個是什麼 不是 因為 站圓圓的 然後衣服又跟她一模一樣 所以那一場 它是比較多那種 外籍員工 還是那個工廠 然後她那個吃飯的地方 是一個長方形 舞台在這邊 然後我上台表演的時候 他們以為是真的姐姐 然後所以他們每個人 都擠在前面這樣 假如這邊是竹竹 她就這樣 已經擠到這邊來了就這樣 變成董事長跟夫人 她完全沒辦法吃飯 被忽略 那董事長被暴動了 其實對表演的人很開心 外籍的看不懂 對 外籍的看不懂 如果是台灣本土我就不會了 就知道我是假的 對 就知道我是假的 那剛才紅杜拉斯跳了 妳應該也要跳 不會啦 我是有練過 不會啦 我跟你講 抵甲亂爭 有時候那種氣氛 是比什麼來得重要 對不對 而且是愛動起來 那個狀況 之前 救過一次火 也不會 對 救火 但不是你的那種救火 我們那個初衷差一點 整個滅掉 不是整個燒掉的那種救火 不是 是真的有藝人沒來 然後我被扣去說 你要來表演 你知道那藝人是誰嗎 誰 Snowby Dog 你確定嗎 Snowby 那個Snowby Dog 那個是 那個嘻哈天王 對 他是12月31號跨年當天 在台灣 在台灣 台北 但是12月30號那一天 他就跟台灣的主辦方說 他就很漂亮 他整個很漂亮說 我沒坐到飛機 所以就不過去表演 這個時候找你去救也怪 他要找誰 他要找MC Hot Dog 至少有動 類型比較像 至少1A 1B 有個動 接近一點 神怒比動 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 因為我去 我很怕被他的粉絲罵 噓下來 噓 你上台就噓 我的不要看 你不要看這個 而且我那一天在新竹也有工作 還去救 怎麼敢 可是因為就是 沒辦法 時間還可以 前東家 然後摸檬 摸檬 前東家摸檬 對啊 硬著還是接了 接了 然後我從新竹表演完 坐保姆車 一路飛奔 開路間 然後一直到台北 台北全部路都封起來 因為那個跨門 對 是 新一區 怎麼辦 還好我有準備滑板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先在車上 你是滑板鞋 是滑板車 我先在車上 把衣服都換好 你邊滑 然後會不會邊開 我就用滑 叫我姐姐 姊姊來了 這樣問題來錄 然後開始嗶 我看到一般被警察攔下來 他說小姐 你這個是 我說我要去表演 我來不及了 好酷喔 抱你的背負 要用滑板車 姊姊背負 對 我說抱歉 真的不好意思 好酷喔 妳是誰 我說 妳是誰 沒有 妳這個宮廟 那邊 妳就跟她講了叫我姊姊 之前還有人把我認識 妳是那個薩基努嗎 我說我姊姊姊 我是Nikita Nikita 對啦 名字 名字叫做Nikita才是失我了 對 警察看我這樣子 他說好了 妳趕快走 一路滑滑板車 滑到夜店 好厲害 滑板車丟了 然後穿高跟鞋子這樣上去 手刀跑上去 還好台下的觀眾真的喝醉了 好險喔 真的 還真的以為妳去解決 對 好險 他們只要看到有辣妹上台 就 好險喔 至少有Lady Gaga 對 沒有下面的人太看不清楚了吧 夜店很暗 夜店很暗 夜店很暗,很多煙 然後又有個米漫 那天乾冰用最秀 對 來,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直接請來大熱門科技公司 有關的這麼大招 來,乾杯一下 謝謝 乾杯 你看,很棒耶 這麼大的手筆 整條接給它封起來 謝謝 所以在座的都是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在這個地方 我紅杜拉是哪個夜市的地方 我一定要唱一首歌 不然大家想說我都不來 好 乾杯 你朋友 唱著你 低情情的聲音 讓我忘心 讓我忘心 你怎麼啦 很難的啦 好 很難的啦 我們今天在想起了 不好意思 不然你在想 這個 馬路是我在管的 不好意思,你怎麼有心唱過 人家是五檔的 經常整個風間 你如果要吃東西 你那麼多 或是要吃東西 你那種看什麼 你那種 尾牙 或是你會變腳尾牙 你看到人家穿 這支 對啊 這支叫做馬達 對啊 對啊 問你現在是要 沒有啦 你說不會的 你又唱歌 又唱得很難聽 對啊 好,問你再點一條 我唱一下比較會痛 我不是要聽他唱歌 你還不會死心 你還不會死心 你如果來的時候 不要在這裡跟我們亂 如果我們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 你默默就跑不去 你知道我們黨的 你知道我們黨的什麼 什麼背景 你要搞清楚啦 他看起來 好像那個老藝人洪杜拉斯 沒有啦 他在那邊叫浴衡 你才不是在干貝 不行啦 好了,不要在那邊亂 你們在那邊吃東西 或是要喝 你們都請你 可以請他嗎 可以 或是這是你安排的特別 聽說要害怕的 吃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公司 常年我們都有贊助 國內的棒球運動 對 你聽得到嗎 聽得到 你如果棒球隊就在那邊吃就好了 你到底是怎麼樣 吃你吃一種粥肉 你怎麼要唱啦 好 學長 學長,如果我告訴你 今天你這裡是我的中 我如果怎麼主持 主持到一半 我如果下去 算我自己沒有負責 你如果真的要對我安裝 我們吃完之後 頭部以下 隨便你處理 我可憐 你不要給我 可憐吃飯 我可憐 你不能打 辛苦手的腳都可以打 好啦 要不然你右腳要撈我 我倒腳 好 好 大家掌聲鼓勵 好 他們這樣子 不管如何 這個遇到 冒到多離譜 都要虛以為宜 對不對 以何為貴 我們藝人來這裡就是要賺人的錢 對 要客客氣氣 他們兩個是太客氣了 我們真的現場的時候 是三字經 七字經 都來了 然後因為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他們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有一次 有一次做尾牙的時候 那個尾牙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說 大家好 歡迎今天來到什麼科技公司 我們今天尾牙了 非常開心 馬上 從那邊也是封街 走了三四個黑衣人就走過來 過來之後 比方說 董事長坐在第一桌 他們就問了那個董事長兩句話 轉一轉到 當屬於人家 拍起來 感覺好像幹家一樣 就打了打打 然後兩個推來推去 突然音樂就響起來 B 這個是戲碼 戲碼 他如果不跟我們講的話 我們真的會下去打那個黑衣人 對 你這個 你也想跟我說 他演得真像 好像 打得跟真的一樣 戲演得比你們演得還好 演得都還好 尤其現在是素人演戲 你們剛剛那個還好 對啊 他們兩個是太 太客氣了 他們太客氣了 黑道尾牙有做過吧 有 還好我們沒做 幾乎每年都有 來 但是他們不會 這種真面具要小心 他們不會直接說 我們就是什麼什麼派的尾牙 會想公司 他們會說 科技公司 是一個物流公司 物流 物流業 然後我們想要請你來表演 唱四首歌這樣 我說好 沒問題 標曲 因為公關公司就是這樣跟我們講 物流業 然後我一到現場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穿西裝筆挺 然後每個都平頭 然後都這樣 而且看秀沒表情 對 面無表情 因為通常我們大概表演久了 大家都知道哪些橋段 大家會嗨 對啊 哪些橋段你跟他們畫線 他們會回你 但是因為通常大哥如果沒有笑 小弟不會這樣 對 大哥很重要 我就有發現 我原本話聲 然後說尖叫聲什麼什麼 他們一點反應都沒有 每個人都是在 雙手借給我 誰敢借 對 從跑到晚了都是這樣 然後我就後來下台 我就覺得有一點挫折 就是怎麼了 四首歌唱完沒有感覺 對 他們就是沒有感情這樣 然後公關公司才跟我說 因為前面主桌大哥都在 都有心事 後面的人如果跑到前面去嗨的話 不可以了 沒有勞 對 會被大哥罵 所以他們就沒有 都在後面這樣 最多就是點頭而已 點頭 就這樣 內心很開 但都不敢講 對 但是結果後來 我要拿酬勞的時候 我的酬勞是這樣 他們有給我一個紅包 紅包是這樣 那值得 沒有啦 給你銅板 沒有啦 超標的啦 因為你難得讓大哥不笑 就多啦 再硬著頭皮把它表演完 有啊 我們才 還有一張 最後一張 一次 最後一張 二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